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啊 今天我要做的就是关于这个苏苦粉霜的实测 现在脸上有一个初步的用没有颜色 离和防晒已经做过提前的打底了 这两天休息都不是特别好 熬夜吧,睡得挺晚的 然后这脸上就是我本来的这些痘痘 就是粉刺留下的疤还在 苏苦粉底液也不是我第一次用的 其实是用过一次了 还是想给大家做一个实测 然后就是跟我过一天吧 然后大家看看晚上这个实测的效果怎么样 一边连刷子,一边连海绵蛋 这样子 打开这个粉底液 然后它里面是有这样子一个小薄片的 小薄片打开 为什么我留这个底呢 是因为它下面还有个小勺子可以放一些吧 我买的这个色号是02色号 但是我当时买的时候 这个服务员跟我说 就是这个其实遮瑕力度 还不如那个粉领状的那个好 就说这个遮瑕力度不高 所以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今天就 我不上遮瑕了 就让你们看 就这个粉底液在我脸上 它是怎么样子的 然后刷子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刷子的效果也不是太好 所以我就想用刷子这样子的话 好的话可以用那个海绵蛋 就有一些 接下来让这边有多刷遮瑕了 我今天就是粉底液还涂的蛮多的 我上次好像没有 第一次用的时候好像没有用这么多 这刷子我其实是新买 我也算是新买 但是我真的不太喜欢 就是我觉得不太好推开吧 有点 有点就是 推出去之后还是一层很厚的 这个就在那个 天猫店的那个Beauty Blender 那个基金店买的 就是Beauty Blender的刷子 我当时我 其实我一直喜欢用海绵蛋 然后上次我就 这样刷11 还是什么的我就看见了 我就买来就是试一下 这个刷子 然后我就左边脸就用海绵蛋 我还是喜欢海绵蛋的妆效 就是尤其把它打湿的时候 在就是把这个妆按进去之后 就是非常的就是自然吧 然后服贴这样子 就是你可以明显看到就是左边这边的妆效就是比右边自然多了 但是这边的遮瑕力度好像会好一点 但是你看我这些线外这些的点就还是 就还是遮瑕了 我准备就是再涂一点 把这个顺上的再涂一点 然后这样子拍拍拍拍点进去 就稍微能起到一点就是遮瑕的效果 因为我的眼下我会再上一点 多了 海绵蛋上妆第一比较顺手吧 第二我觉得比较真的是比较服贴自然 脖子上也来一点 就是整个的一个妆效的 然后我现在就是左边脸就是还能看见这边的痘印的 其实是 然后右边脸就是刷子刷过之后 其实是比左边脸相比的这些是较厚的 然后但是它的遮瑕力度也更好一点 妆效还是不错的就是比较自然的白的 我现在补完全脸的妆了 天气比较好嘛 所以我就是搭配了一个比较日常的淡色系的眼妆 然后现在就是唇膏还没有涂 因为等会想吃点东西 然后现在可以看到脸上就是这边是上了一些腮红的 然后我没有上browser 我没有这个习惯 然后我就会经常会上一点点腮红 但是其实这个腮红其实凸显我痘痘 所以我的腮红其实也不怎么涂 你们可以看到这里面的痘痘 就是还是挺明显的 然后这里也是 就是其实Suku这个粉霜的遮瑕力度 真的就是跟那个贵员说的一样 就是挺一般的 这边下面还有痘痘 就是你就是对着镜子仔细看 还是能看到有那种粉感的 你在外面看就是自然多了 这个妆这个妆效轻薄程度肯定是比double weld的那一个要薄的 但是double weld的遮瑕力度也高 现在是11点14分 给你们再拍一个我的三月爱用的视频 然后我就出门 然后让你们跟我过一天 那我卸妆的时候给你们update一下我的使用感受吧 好吧 哈喽 我现在就准备出门了 然后今天是我今天穿的下面一个cucci的这个毛托 然后里面就是全黑的这个黑色的羊绒大地 然后一个黑色的阔腿裤 这个就是新买的那个cost的那个外套 我今天涂的口红是ASL的16号 因为居然补货了 然后我觉得刚才觉得不是太深 然后我叠加了那个阿玛尼的一个唇药 本来想换一个包背的 但是真的就是要带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就还是背这个包 我再最后再喷一点点香水 这个我超爱的 阿玛尼的这只苏州 然后上面有我的名字 然后是牡丹 名字叫 这只香水流香的时间真的是超长 这流香可以好久 我上次一件衣服上喷了这个香水 流香到现在还流着 太厉害了 我太差了 我刚才想去银行 把谁倒了之后发生没有点银行卡 所以我现在应该会先去Apple Store 因为我想我最近有点想换个电脑 然后就好像说是Apple Store可以依旧换新嘛 然后我带了我的电脑 我想去让他们估计一下我这电脑 就是还能折扣多少钱 看看如果折扣多的话 我可能换电脑的时候就抵不下 特别少 我觉得我就再买一个就好了 我又出门了 刚才遇到一个街头卖艺的 他也是零钱 我先去银行 明天好像是Easter 还有点假期 就可能30 30 31 32 1号 来 32号 应该他们会放假 所以我得行 我得干净去银行 把我的事情给办 银行 然后我的账号的事情 还是没有解决 说是他们这儿不管 一定要得打电话 然后打电话过去 他们叫我重设我的账户 我也不知道怎么重复 麻烦你了 我现在在等我朋友 有没有收到那一切 真的是太新闻了 我现在都没有心情 做现在的事情放弃什么 主要是他们这个银行 明后大后天 三天是Easter holiday 让他放假 不开心 我不知道我这个卡 现在就一样一样 登陆不了 还能不能刷 大家好啊 我既然这样 是不是发肌天特别高 就是因为今天奔波了一天 才回到家里 现在是7点32分 刚刚今天出去了三次 真的是吹了好多风 然后我为了 我为了剪辑视频 我新买的一个MacBook 刚才出去跑出去买的 因为我之前那个Mac Pro 嗯 内存不够 我就删了 删东西 但是它还是不够 我也觉得很奇怪 后来实在不行嘛 我想装 我想装那个Final Cut Pro 然后但是它需要那个新的系统 然后我系统更新不了 说是因为没有内存 所以没办法 我就去买一个新的 我的频道 对 然后真的是为 为这个YouTube 发 牺牲很多呀 但是我现在的订阅者 并不是很多 我也不知道 自己还能走多久 嗯 不说这么悲观的事情了 嗯 现在特别饿 现在已经快六点了嘛 然后一会儿准备做饭 然后我们给你update一下 我的脸上的这个效果 啊 这样啊 这样子好一点 不是很亮 总的来说就是 你看这下面的痘痘 是开始明显了 是有脱妆的现象了 然后这鼻翼就开始浮粉了 就这边 开始有那种就是浮粉 就是卡粉的情况 就脸上的痘痘 就是 其实白天的时候也没有完全遮掉 但是现在肯定是明显了不少了 嗯 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还是 妆效还是不错的 然后脸上也没有 完全没有出油什么的 可能是我今天在风里吹了一天的 但是下巴上这些痘痘 就是还是有点明显 但是就是也很舒服 还没有出油什么的 我觉得这一点很好 鼻子很油的 稍微有一点点吧 有点点出油 然后就是现在做个饭 然后到晚一点的时候 再给你们update 小伙伴们现在是晚上的10点半 应该就最后update一下我脸上这个 苏苦粉底的这个情况 我就像这里不明显 但我在镜子里我觉得 像这边就是有那种浮粉感觉 就这边感觉这一块已经非常干燥 已经浮起来了 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见 然后鼻头肯定是 既然又油又干的 肯定是重灾区 肯定是比刚才还要多一点了 就是到现在脸上就是没有什么粉底液的感觉 还是非常轻薄的 但是他说越叶越美丽 我觉得这点我倒就没有太大的感觉吧 但是在我脸上 这种是鼻翼两侧这边卡粉卡的蛮严重的 然后这边开始就是有一层粉 可能是油吧 它就已经浮起来了 然后整一个它这个痘痘也是 就是还是明显了 毕竟一天了嘛 可能也有快12个小时了 然后这就是我今天的苏苦粉底液实测 性价比来说还是可以 就是也没有说那么高 看你追求什么了 要追求遮下来就是性价比高 这一个的话就是有点不划算了 你要追求一个轻薄的 比较自然的妆感的话 这个相对来说 你有预算的话相对来说就比较好 它也没有像Lamail啊那种粉底液 这么贵是不是 下次多上两层试试 或者是再加点遮瑕 然后把痘痘遮掉 很舒服 不像那WL让人有遮瑕力度很高 但是他很想让人泄掉的欲望 这个就还好 就是很贴合你的皮肤 基本上没有什么就是负担感 所以还是比较推荐吧 就看你就怎么样 看Succo这个品牌 然后想要有什么样的妆感了 那就这样啦 咱们